世界四大未解之谜 一个比一个神秘 中国就占了两个top one 圣母流泪之妹 1955年 格林一支一个小村庄 发生一件神秘的世界 玛丽玛丽家的圣母像 流下红色的眼泪 20世纪80年代 芝加哥哥斯特教堂圣像 也有了规律性的流泪现象 科学家对泪水进行分析 发现其中有人类泪水的成分 1996年 福州克里拉格的圣母像 出现在一座办公大楼的窗户上 吸引数千人膜拜 十分的神奇 值得一提的是 当地神父盖里罗伊尔认为 这是圣像制造商 故意而为 圣像的眼睛 可以用特殊的材料制成 预热或空气湿润 就可引发流泪事件 top two 银口坠楼事件 1934年夏天 中国银口发现一具 传说中相似的蛟龙 竟被困于尾堂的芦苇铜中 发现的时候 已经奄奄一息 这也是世界对解谜团之一 top three 罗布泊双鱼玉佩事件 罗布泊双鱼玉佩 是中国考古界最灵异的事件 它的相关资料十分的少 1957至1962年 中国大西北地区 罗布泊发现了一个古城遗址 去淘切古墓的人们都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至今无人能见 超过马亚水晶头骨之谜 19世纪 欧洲开始流传一个关于马亚人水晶头骨的传说 水晶头骨是马亚人的圣物 拥有神奇的力量 1927年英国一支探险队找到了水晶头骨 水晶头骨长17厘米 宽 高个有12厘米 重五千克 做工十分的细致 近日 根据科学家研究表明 头骨透露出欧洲制造的工艺 它的材料是巴西物色的水晶 现金相关博物馆已经将其下架 认为它没有考古方面的价值 著 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作格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规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